马面林正伟究竟为什么要对连胜文开枪 他向检察官公称他想找台上最大位的人开枪 但是传出马面由老花言散光加进士误及了连胜文 他向检察官坦诚开枪之前他曾经标了一句四字经 因为要不到钱所以才会想找台上最大咖的开枪 想干一票大条的事 连胜文上台时其实已经到场十分钟 李德福和连胜文同时在舞台上 林正伟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朝连胜文开枪 事后连胜文回响回头看到就是马面朝他标四字经 和他的名字是同一个姻缘 断定不是物极 检方判断马面是为了土地纠纷 正伟到现在还是坚持说他在当下是有听到马面叫他连胜文这三个字 有许多的鞭炮有许多的人 当然也不会言当天的主持人也接上连胜文 然后许多群众也喊着他的名字 在这个部分里面他的确听到了一些类似的一些声音 林正伟透过友人说绝非误极而是针对他 但马面只回应检方是挑最大咖 这一枪开下去目的是跟陈红元同归于尽 让他三辈子都赔不完 也不打算逃跑 因此在现场当场被逮 终于新闻台北众号报道 今天的报纸对于枪击案的案情又有新的研判 那又是板检查析的内容 在自由时报报导的是说 马面看错人是因为他的视力有问题 因为在马面的包包里头找到了他的老花眼镜 所以他可能是因为老花眼散光 所以才看错人 那中国时报最新的报导是说 马面说他又说法又反复了 他说他不是误认 他是要杀台上最大尾的 那针对台上的大尾人物开枪 是因为要不到钱 要做一件大条的事情 让陈红元家族就算三辈子都赔不完 这是今天检警最新的这个放话 果初你的了解 现在你说下个礼拜会癥结 那现在的方向到底是怎么样 我重大刑案的专案小组 如果在两个礼拜没有突破 因为这个案子很单纯嘛 有枪弹都在现场 那透过现场透过马面的所有的通联记录 每一个案每一个跟他通过电话的人 都已经访谈了 就跟我刚刚一开始在节目上谈了 第一个检察官没有发动搜索 或是任何的具体的动作 就代表可能案子可能很单纯了 那马面也经过两次的测谎 虽然测谎在法庭上是没有什么 直接的证据的证明力 但是有辅助的功能 第三个就是马面在现场以后呢 就所有的刑事的这个专案小组的 包括检察官啊 专案小组还有这些警察 所有的两个礼拜的所有的清查了以后呢 可能就破坏出一个讯息 那马面有没有老花要看他有没有看笔录 如果说他看了笔录 但是我觉得用老花这个部分 老花看错人这有可能吗 这个反而更不可能 老花这个联盛文这么高大 反而看得更清楚 我反而针对这个误杀这个名词 反而比较有意见 误认 不管是误认误杀 为什么 有带了这么多的子弹 然后带着自私手枪 直接朝了人直接射击 就是直接杀人 因为如果说我们一而再 再而再来在讨论这个误杀 就算他不想是杀联盛文 他是想杀陈宏远 也不能用误杀 都是杀人 但是不能用误杀 因为你误杀在日后的审判的程度 他在法律定义上面 定义上可能有差别 然后如果说那误杀 如果今天是还好 联盛文没有说直接是 非常的重大的危害 如果说联盛文一时间也没有办法失去 也没有办法意识的形态的话 也没有办法看到 说他有那种凶狠的脸神 在眼神在看着他 联盛文是有回头的 联盛文回头的时候是 他们是拭目有看到 所以我觉得是用 那天我们一个 这个郑义伟就是这样 用滥杀 直接杀人 用滥杀反而误杀 杀错人 你杀错人也是杀错啊 也是误杀的意思 也不是滥杀啊 因为他上去就是要杀人啊 所以在量刑的上面的起诉上面 杀一个不叫滥杀 不不不不不不 那天他上去就是要滥杀的 他本来打算要多 他本来就是想同归于尽 都是想同归于尽的 如果要让陈鸿元 加三辈子都还不完的话 那跟不可能 那直接杀陈鸿元就好了 杀陈鸿元是不是更坏了 不不不 那又不一样了 我跟你讲啊 今天这个最新的版本 其实我们节目里头 你相信这个最新版本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新版本我们讨论过了 你都忘掉了 我知道讨论过 而且我们讨论里头 还把它列为很有可能的 一个选项 但是今天我觉得 我要 这是我第五次了 我要向连胜文先生喊话 因为这个只有三个可能 就是要杀陈鸿元 就是要杀连胜文 就是杀 第三个可能就是说 杀任何大咖 不管故事最后怎么编 除非这个是恨 或者是为了统独而来 连胜文 你今天这个不幸的遭遇 本来就是完老的 就是委屈的 就是不平的 你不需要去区别 故事的背后是到底是真 是哪一个才是真的 你都是衰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为了财 为了成家而来的话 你这个 你伤口好了以后 就了断了嘛 我觉得反而好 如果这个是为了政治 为了统独来 这回去了 这你们家没耍了 你知道吗 以后你们连家上一代 这一代下一代 都没耍了 你好好去想一想 我觉得连仙 自从受伤以后 很多发言 都是脑筋 没有仔细想过的发言 不过他还是要知道真相 当然 这废话 这当然是啊 但是跟他的所谓优虑 说我是很安慰 我是很不平的 好好再想一下 他就是担心真相 这个我已经讲好几次了 包括我们的来宾 尤其是蜀以蓝莹的来宾 都进不进去 以后再仔细想 我讲的话 是千真万确的 不过我觉得 沈大佬对连胜文 他最近的心情跟讲话 有一点过度隐身 有点过度隐身 连胜文他只是希望 警方 警方在办案的时候 不要踩性凶手的一面之词 然后忽略一些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连胜文 我是根据报导 报导说如果是误极 他就不平 没有这样的报导吗 你不能讲说我过度隐身 我不服气 报导是说如果是误极的话 他就不平 这个邏輯是不通的 大佬先让我把我的道理 你说完你在发火吗 我什么发火呢 你说我过度隐身 对 你过度隐身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内容 你刚才讲的内容是说 如果这个背后有政治 有统獨 有什么原因 你就没完没了 反而不好 我赞成 可是我要说的过度隐身 就是说连胜文 没有这个意思 至少我和你看同样的报导 我也听他的助理出来转述 朋友出来转述 连胜文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说 他怀疑背后有一个什么 统獨意识形态啊 什么政治动机 他只是觉得说这件事情 难道是一个个人所为吗 背后是不是有一个集团 他也不会排斥说 这个整个就是一个黑道啊 跟政治没有关系啊 也可能真的就是跟陈鸿源的恩怨啊 但是现在他所不能接受的 只有说就是马面一个人 然后他就是搞错了 然后呢这个枪的来源呢 也没有交代 也不晓得是谁给他的 或者他自己怎么取得的 然后他就是独行侠 然后咚咚咚就上去 对着他就开枪 然后整件事情都误会一场 他只有说他不能接受这个部分 我接着有名话讲啊 其实盛文 我相信他关心的问题 只是说这个案子很谨慎的 认真的把真相办出来就好了 不要草率的去结这个案 我觉得他只关心这件事 你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当事 大千我问你 是 警察检调到位 哪一个人敢被连战 荣誉主席的儿子草草了事 你告诉我 他并没有不相信 他先前的谈话是最先前 你看你仔细看哦 物极说他有反弹是最先前 那是一开始有各种说法的时候 他当时提出来的看法 他现在在意的是什么 将心比心 你曾经被一个人 拿着一把枪在脸上开了一枪 你现在怕的是什么 你怕的是 这是不是一个误会 这是不是真相 未来还有没有人会来 我以后走在公开场的时候 我要不要怕 我走在场后 我牵着我的孩子 带着我的太太的时候 我会不会再担心说 这个没有查清楚 第二把枪又再来了 就是背后如果有一个集团的话 这个就比较恐惧 廉家人现在的要求 已经很简单了 他们只希望他们 能够远离这样的恐惧 这件事情就就此了断了 查清楚了 不管是什么 只要是真相 让他们能够平安的 继续的生活 他们要其实只是这个而已 好 先转告